D.I.Y 日記 最近我發現我的車 它的油耗突然暴增 有點誇張 你看 這台車之前市區大概每公升可以跑7公里 然後現在剩下5點幾的樣子 這要說吧 因為目前我手上沒有電腦也沒有相關的數據 那怎麼辦 先讀一把試試看 因為什麼都沒有現在來用拆的 這個最常種的含氧感知器有沒有 老車含氧感知器如果壞了的話呢 油耗會突然暴增 那個東西就在那下面 電腦是海賊借法 所以它手機要用它開 它這個不是含氧感知器 它只是套筒而已 不要笑喔 沒有那個工具拆不下來喔 現在這個含氧感知器已經鬆開了 我們直接把它擰下來就可以了 你看 今天的工作這麼簡單的就帶過 那麼後面一定有鬼囉 題外話啊 光拆這個我好像弄了兩天多 那煮料是卡路太壞了 一定要有鋸屎喔 話不多說直接換新的 堅定有幾海賊借法 這個東西一樣啊 裝比拆更容易 不過最後你還是要用那個特殊的套筒把它鎖緊就是 這個其實空間有限啊 就只能這樣子慢慢的給它鎖上去 它沒有這個工具真的 欸很困難 接下來再把它的配線呢 裝上去 今天故事都講的比較簡單啦 但是後面的狀況 並不單純 我們慢慢看下去 然後呢我們做了一個測試 看一下它的油耗狀況怎麼樣 這邊跑了209公里 它要用多少油呢 大家會不會很想知道 我們會不會成功呢 其實這一次案情並不單純啊 我們來看一下 20公升 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油耗是每公升10.5公里 所以我們賭音了 把車修好了 喔不 其實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我們跑了下一趟 我們來看一下 在一般路況下 來這次跑了114公里 那我們油耗了多少呢 20公升 我的天啊 每公升只有5.7公里 還有它的溫度有點異常 這一款2001的山領呢 基本上呢 不支援OVD2 所以現在 要用便宜的 檢修電腦去測試的話 有點困難 現在的狀況呢 感覺這一次 車子搞不定的機會 應該也不小喔 所以海賊王你要換車了是吧 沒有目前正在抽工具跟材料 後面再跟大家報告吧 那今天的故事就先說到這 來點笑聲吧 多試幾次保證成功 如果你沒有時間試的話 訂閱海賊王 一樣可以增進你的維修與創作能力喔 訂閱分享並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左上角還有海賊王力文台 有空一定要過去逛逛喔